網站的中文讓我們起來看世界 大家好 我是彭聚 今天一開始我們要先帶你來關心到的是 巴黎奧運的最新狀況 而且是最新的連線消息要帶來關心到 因為再過幾個小時呢 巴黎奧運的開幕式馬上就要登場了 沒有想到在這個倒數時刻 法國高鐵竟然遭到了縱火襲擊 當中也造成了超過80萬名的通勤客受到影響 而最新的狀況我們要請法國的特拍記者 龔向華 余信翰還有我們的主播藍運銘 帶我們一起來掌握 我們現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法國巴黎第五區的地鐵站附近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現在人潮是少了非常的多 尤其是在剛剛發生了高鐵的一個縱火事件呢 整體的維安都已經升級了 我們就來看到第五區的大道這邊 整體的警車維安警力 比昨天升等了一個層次 你可以看到現在是幾乎整排馬路兩側都是警車 而且呢連消防車都已經進入到這邊來了 稍早之前呢我們掌握到的消息呢 是這一次的縱火事件呢 造成了將近有80萬的遊客的行程受到的影響 剛剛呢也有從美國來到法國 準備參加開幕式的民眾 接受訪問我們來聽聽他的說法 好可以看到呢很多外地的民眾呢都是希望說 比較類似的這樣的一個恐怖事件 儘量不要發生 因為過去在慕尼黑奧運的時候已經發生過類似的攻擊 這一次的巴黎奧運呢 其實它的整個開幕式是在賽納河畔進行 所以可以看到靠近這附近的整個周邊的這個街道呢 在兩天之前就已經開始進行了人車分流 現階段更因為這樣的一個事件呢 其實整體的維安都是有非常非常大的提升 整個警車呢進行非常非常多的進駐 而且現階段呢我們可以看到這些遠景呢 比我們過往來看是真正多了將近有三倍之多 現階段我們要過去都必須要經過他們的盤問 甚至要出示相關居住的QR Code才有辦法通行 那根據我們現在所了解到的這個發生在高鐵的縱火事件呢 其實呢很有可能是內部員工所為 因為呢在法國國鐵的大西洋 北部還有東部高速鐵路上 都發生了多起蓄意破壞的行為 其中呢故意縱火的情況特別多 稍早我們也知道現在目前國鐵的執行長 這個法蘭度呢表示說有80萬的乘客受到了影響 那剛好在今天晚上開幕式也預計會有30萬民眾 跟貴賓參加也希望在今天晚上的開幕式 能夠順利進行整體維安能夠完全到位 的確要承辦這麼重大的國際賽事 當然維安工作絕對要做好 但偏偏就在奧運開幕式開始之前 倒數時刻剛剛這個余銘也提到說 法國的國家鐵路喔 這個當中高鐵的網絡遭到了二十一級 同時呢也出現了縱火情況 當中對整個網絡還有交通影響 當然是非常劇烈的 恐怕貪瘓這個交通網路一直到周末 所以當然你可以遇見的是第一個 班次延誤還有很多的民眾都是受困在車站裡頭 剛剛余銘也告訴我們說 在現場至少有80萬名的通勤旅客是受到影響 當然不只是路上交通鐵路的部分 另外包括在空中交通的狀況 法國東部的機場靠近這個其他國境的部分 也受到了炸彈威脅 因此呢在接到消息 文安人員是第一次馬上了關閉航下 同時是暫停航班旗向 不過還好證實是虛驚一場 目前所有的航班已經恢復正常 但是在這個時間點要舉辦奧運 對法國來說真的是相對來說 比較緊繃一點點 因為周遭的地緣政治是非常緊張的 包括之前提到的是俄乌戰爭 還有以哈衝突 其實也讓整個巴黎奧運的維安層次 是再度的往上拉 尤其之前我們說到 在俄羅斯爆發恐怖攻擊之後 法國在這邊也接到了類似的通報 所以他們是把這個維安警戒全面升級 總共呢是有四萬五千名的警力 還有一萬多名的士兵 當中還有兩千名的保全來進行維安 而且呢是監控這些人來嚴格的限制行動 共有155個人是被監控的 另外大家也很擔心的是 這個以色列選手在奧運期間參加賽事的時候 維安工作怎麼樣呢 因為我們要告訴大家 其實在整個奧運舉辦之前 周遭的公寓竟然無預警的 很多的公寓被噴漆 而且噴上的是大衛之心 就是呢這個猶太人非常標誌性的一個象徵 所以大家很擔心說 是不是要衝著猶太人而來呢 所以說針對以色列選手的部分 精銳的戰術部隊也護送他們會往返會場 而且在奧運期間提供了全天候24小時的保護 當然對很多的全球領袖來說 這個是建議要到巴黎去 玩工作當然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是關閉了巴黎的領空 還有在屋頂部署一些狙擊手 還有剛剛俞銘也告訴大家 是在這次開幕是非常特別 因為他是完全公開的一個開幕式 河上開幕式當然 維安的層級要必須再拉得更高 所以在塞納河上 他的河窗也進行了清理 要排除這些炸彈威脅 周遭的管制也是做得非常嚴密 再來就是比賽期間了 包括是雷達的偵察機 還有死神的無人機監控 甚至呢幻象2000戰機 也都是要進行待命 要攔截有可能誤闖的這些航班 不過現在當然以法國的文案角度來看 相關的情資是非常多的 他們也攔截到了一個情報 就是俄羅斯的廚師 竟然也想要干擾奧運賽事 最擔心的狀況還是發生了 奧運開幕倒數前幾個小時 法國巴黎市中心的蒙巴納斯塔火車站 被大批無奈哭的旅客塞爆 因為法國高鐵DJP多條路線 遭人蓄意破壞縱火 導致鐵路運輸大亂 80萬名旅客受到影響 就連往返英國的歐洲之心 也取消部分班次 目前還不清楚什麼時候能夠恢復營 事實上最近針對奧運的破壞行動 越來越多 除了那些技術的攻擊 你也看到了一個增長的攻擊 像例如那些雞腿 進入了法國的帽子 從前面看見到的 Eiffel-tornet 但也包括那些藥手 從前面看見到 一附近森巴黎市 總統的森巴黎市 見到你身邊 這位俄羅斯級 小有名氣的網紅廚師 就被法國警方逮捕 指控他跟俄羅斯聯邦安全局 FSB勾結密謀發動破壞 就連奧運選手 也疑似被盯上 澳洲選手在隔壁的比利時 遭到歹徒洗劫 更頭大的就是奧運期間 1100萬人湧入巴黎 如何揪出可疑者 法國科技公司 用AI來過濾監視器 不適合的情況 例如 例如 駕駛人士在隔壁上 不適合的物件 可能會被困難 再加上部署4.5萬軍警 繃緊神經 法國最驕傲的時刻 不能出差錯 鐵尾銓報導 的確稍晚 馬上就是奧運的開幕式了 接下來的聊體談時間 我們會隨時的 帶大家掌握 還有分析 但是回顧頭來 我們還要大家關心到 目前台灣的水災狀況 我們要來看到 是台南的西北地區 在這邊因為巴掌溪議題的關係 所以連帶呢 也保持很多的民宅 變成水中屋 還有呢 鹽水的月經港 也同巴掌溪災情同樣成就 狂拍視角慢慢起飛 一整片漫無邊際 在台南後必金寮社區 仍然泡在積水之中 其中一棟紅磚屋頂 差點就滅頂 冰宅也變成水中小屋 而中間兩排樹木綠圓道 中間是外環道路 也因為積水看不清標線 下午台南沿水五廟又刮風下雨 國軍裝甲車出動協助發便當 空拍畫面也看到 熱鬧街道依舊汪洋一片 根本看不到任何汽機車 居民只能徒步外出 而在台南麻豆皮頭裡 也像大型飄飄河一樣 還好有單位提供免費便當 但居民還得涉水到廟宇 路程很艱辛 你不要走來 我滾過來 你滾過來 臨時好大雨 不換黑 還滑來 整個麻豆排水 整個麻豆的水都流到我們這邊了 水往第一次流 在台南西北地區二十六號還是泡在水裡 很大一部分跟巴掌溪議題有關 其實巴掌溪會流經嘉義縣市和台南 像是後備金寮社區位置就很靠近流域 鹽水月經港也同巴掌溪 而鄰近的白河新營北門積水也還沒退完 農作物都泡在水裡 海米颱風席台加上巴掌溪暴漲倒灌 驚人雨量重創南台灣 巴掌溪沿岸生產的羊香瓜龍眼 還有即將秋收的麻豆文旦幼 農民損失很慘重 TVBS新聞郭友昌台南報導 同樣是積水未退的地方 還有彰化路桿的頂帆坡社區 這裡同樣在淹水 而且從空拍畫面要帶來看到的是 雖然民眾苦中作樂 把這個水池當成游泳池 但是呢如果從空拍的這個範圍去估算的話 淹水的範圍大概是有200公頃 大概是240個標準足球場這麼大 女子帶上蛙鏡從窗戶跳水 彰化路桿持續降下豪雨 周邊住家農田全泡水中 居民出不去乾脆苦中作樂 道路遊玩家裡遊 災民苦哈哈 但是整個晚上下起暴雨到處都還是 繼續在淹水 隔天一到早上也是笑不出來 因為透過空拍畫面可以看到 隔天一早彰化頂帆坡社區 依舊是泡在水中 全部淹成了一片汪洋 根據了解加上隔壁勾淺裡 淹水的範圍總共約200公頃 大約是240個標準足球場那麼大 部分地區水位在下午的時候漸漸消退 但也留下了一片狼藉 稻草等農作物全部都飄到路面來 居民無奈也只能夠加緊腳步清掃 鎮長也到場視察幫忙 國軍也開車進駐使用機具清掃 希望能夠盡快幫助受災的 彰化路港民眾回復家園環境 TVB新聞陳志忠 許立凡廖反應彰化採訪報導 好我們鏡頭再往南走 要來看到同樣也是淹水災情相當慘重的高雄 高雄其實很多人家裡都有地下室 但沒有想到大水一來 這個地下室全部通通變成了水池 所以高雄市的環保局 緊急派出了至少8台的水肥車 來幫忙抽水 水淹高雄三明區這處社區 水淹三層樓高地下市 變至紅池800台氣急沈滅點 搶救了24小時 卻還是滿滿的水位 讓住戶好失望透過舒適來看 足足半小時 即使5台小型抽水機 以及軍方的大型抽水機同時出動 水位才在第二天中午過後 每小時下降約10公分 只是這樣的變化卻微乎其微 即使是縮時攝影 水位看起來還是如如不動 而另一頭同樣是地下室積水 換成了民宅 走入地下室一眼望去都是水原本的儲物空間 被淹成了泳池 是否緊急吊派水肥車火箭救援 這已經有三趟了 三車了 第四趟了 已經差不多十幾噸的水了 就在三明區大風路上這一帶的民宅 幾乎都有地下室 凱米颱風 轟臺問 耿掃知名性降雨 地下室不耐成了蓄水池 這裡很多民宅 其實地下室全部都是積水的狀況 因此26號中午左右 環保局緊急吊害水肥車 協助民眾將水抽出來 水肥車從地下室抽水之後 再將儲存的水釋放到附近排水溝 相較於一般抽水機 水肥車最大的好處是 我有去借那個抽水的 但是沒有電沒用 對 這個有什麼幫助 用水肥車抽 看不到的話 整個都是蒙煙 而且效率比較不好 比住戶更慘的是同殊業者 因為地下室正式儲存 出貨商品的地點 走入一樓 原本的商品都被泡爛 滿目瘡移 水一來我們根本來不及 就整個都泡爛 高雄市環保局 派出八台水肥車國軍也出動 水下作業大隊的大型 抽水機來協助 台北市則支援抽水機 聚11台車輛及人力 全力投入救災 希望協助災民 讓家園儘速復原 體系新聞 葉豐瑋 林輝 吳明軒 SNG小組 高雄採訪報導 而現在淹水呢 也帶來了停電危機 原來是很多的大樓的地下室 都有這個配電室 但現在呢 配電室通通都泡在水裡 所以很多的大樓 依舊是無電可用 民宅中電梯門關一半 凱米颱風之甩尾 正創南臺灣 高雄成了停電重災區 颱風之後 剛從現在大規模的停電 現在很多的家戶 還是處在黑暗之中 我想現在我們看到的 民宅裡面這個電梯 他們開了一半 是沒有打環起來的 那現在在後面呢 其實很多地方浸泡過水 他們想要來進行搶救 但是其實現在沒有電 所以我們任何的搶救工作 都沒有辦法往下 黑暗中點蠟燭 為的不是浪漫氛圍 停電住戶沒冷氣吹 手機沒法充電 抱怨連連 實在不想再吃泡麵 昨天就停了 我都吃泡麵 因為沒有電 不可以煮 連冰箱東西都化油 25號下午2點多開始停電 至今已經停超過24小時 台電高雄去處說明 強台帶來強風豪雨 25號午後加緊搶修 初不確認 因為煙水影響供電的地下室 估計有6處 目前持續抽水中 至於因為颱風 停電戶數高達 47647戶 還有1540戶尚未回復電力 山東街配電室激水 高達200公分 高頻供電區處出動 8台抽水機 從25號晚間5點開始作業 直到經過4小時 才抽水完畢 但還有多處配電室 都泡在水裡 電在那棟大樓底 地下室 所以它整個都是 泡水的狀態 現在電應該是 這兩天都沒辦法恢復 台電人員到場勘察 如何復電 成為眼下搶修重點 TVB的新聞李明慧 葉豐瑋高雄參謀報告 而在這一次的水災當中 為什麼會淹得這麼慘 很多人把矛頭指向了 智洪池的設計當中 25座的智洪池通通全滿 所以說也導致這些水宣洩不及 讓很多地方都變成了水箱澤國 不過高雄市場陳其邁 博志說智洪池失靈這樣的說法 他說純粹是因為雨下的真的太大 暴雨過後的智洪池 水已逐漸退去 在高雄三明區本河裡的智洪池 可以看到依舊是滿地泥泥 還有斷裂的樹枝 那麼在前一天這裡幾乎是 滿水位情況 深淹到外面的住宅區 因此這種人認為說 這個智洪池好像沒有發揮作用 但被質疑失靈的智洪池 作家飄浪島嶼提出這觀點 臉書放上多張高雄智洪池照片 飄浪島嶼說 在二十多年前高雄就推出藍帶計畫 平時讓民眾收起 災石則蓄水智洪 出法點說好 只是過去是水淹濕地 滿意可淹農地 但現今若智洪池碎滿 公園碎滿則會淹到外面住宅區 不過這樣的說法也被反擊 且造成淹水最大主因 陳其邁說是這個 這或許也是在間接回應 王鴻威 是名列前茅在前三名之內 請問一下這些製水預算 到底發到哪裡去了 而攤開歷年政府投入製水預算 編政府八年八百億 馬政府則是六年六百六十億 蔡政府上臺後動用前瞻特別預算中 一千三百五十六億投入製水 近二十年中央地方編列的製水經費 只要超過一兆元 人工製水雜大企業 但看似遠不及極端氣候 變遷速度 七日日新聞 劉娟楊佩宇高雄報導 不過在昨天很多縣市都急轉彎 停班停課 當中有一個縣市現在被點名了 就是怎麼沒有跟著放呢 我們說的就是彰化縣在今天 依舊是正常的上班上課 但這樣的決定讓很多的民眾是非常不滿 說很多地方其實都在淹水啊 怎麼沒有比照其他的縣市一起放假呢 只是因為這個風雨沒有達到標準 就不能放 也忽略了他們當中有很多地方還在淹水 甚至還有通勤上面的需求 但是縣長王惠美被問到這個問題 他只說大家一起加油 他只說獲得一個人生成就 就是掉進農田灌溉水溝 拍照是為了傳給公司證明 他無法上班去了 彰化繡水一新村更是從25號晚間 淹到26號下午 水都還沒退去 樓盤都起了之後 都淹米啊 住家一樓也全淹了 綠樹成蔭的彰化139縣道 在凱米颱風過境後 葉落樹倒 地上泥泞 根本來不及清理 騎車經過得更加小心 尤其26號還是大雨 大雨一直下 在蜿蜒山路水上騎車 他小心翼翼 兩輪之外 一雙腿也沒放到腳踏板上 就怕萬一打滑 今天要上馬上課 你有什麼看法 大家一起加油 一起努力 也有些民力挺 認為這風雨沒達到停班停課標準 如果是淹水過後要清理家園 可以直接向公司請假 但看起來有更多人抱怨的是 風雨雖然轉小 但還是有許多鄉鎮 路段 都還在淹水中 騎車 開車出門 就是存在著意外風險 TVBS新聞陳志中 蘇泰引紅彩倫彰化 採訪報導 而現在也很希望大家幫忙的 還有花蓮在之前地震過後 再加上這次颱風來襲 讓很多的交通方式都中斷 包括是鐵路 公路都一樣 首先來看到原本在24小時 就能搶修完畢的 河仁道崇德的鐵路東陣線 沒有想到在搶修的時候 是再度遭遇的土石流 所以時間得花得更長 東西陣線都必須要3天才能搶通 另外 蘇花公路的部分 河仁道崇德路段 也預計要花上3到5天才能搶通 挖土機賣力運作 怎麼挖都挖不完 路還沒搶通 又有另外一處土石流貪方 土石流的最頂端 已經快要碰到眼駕的末端了 新河仁隧道前方 土石堆積成山 快要看不見洞口 黃澄澄的泥水 還是不斷從山坡流下來 另一處搶修人員 甚至差點遭火埋 驚險一瞬間 就在蘇花台九縣崇德火車站附近 不穩定的邊坡發生山崩 類似情況還有河仁部落 然後消防隊救援讓我們離開 河仁部落石現場 那個地點在我們離開過後 每幾個小時就貪方了 蘇花以及鐵路都中斷 車站旅客一度鋪空 心情相當無奈 台鐵原本預計24小時內 搶通東正線 現在57公里處又發生嚴重貪方 搶通時間再延長 是因為沿線有三四處 嚴重的土石流覆蓋 那所以預計 預估大概是在三天的時間 可以把整個東正線整個搶通 讓它恢復這個單向雙線的通車 西正線小清水橋以北路段 則預計72小時內搶通 小清水溪橋那個西正線橋樑 因受溪水暴漲遭受那個土石沖毀 約40公尺 這個整個橋樑重建 我們預估大概要五個月的時間 儘管三天之內 東西正線鐵路就會搶通 但西正線小清水溪橋嚴重受損 未來幾個月重建 還是暫時保持單線雙向通行 而蘇花公路和人道重得 預計三到五天就會搶通 鐵扁新聞綜合報導 但其實對很多的南部 還有在東部的居民來說 還有搶修的人員來講 現在都是在雨中作業 因為中南部的雨 到現在還是零零星星的不斷在下 我們先來看到過去三天的累積雨量 包括雨下最多的地方 也是昨天我們告訴大家的高雄茂林 現在累積雨量來到了1880.5毫米 另外包括在嘉義的竹崎 平洞的三地門 還有台南的南華 還有雲林的谷坑 雨勢也都是明顯偏大的 但為什麼颱風都走了 中南部的雨勢還下不停 甚至大家之前注意到說 這個颱風是在宜蘭的南澳登陸之後 偏北往中國道的方向去 但怎麼中南部會淹得這麼慘呢 我們就來看到前中央氣象局的 局長鄭明點怎麼說 他點出說如果在這樣的狀況 以前的標準雨包用詞是 受颱風引進的西南氣流影響 他也附上了這張圖 來告訴大家這個颱風的狀況 主要你可以看到 他畫了一個箭頭在這邊 這個呢就是指他所說的 西南氣流的方向 西南風吹進來 整個台灣的中南部會變成一個迎風面 再加上圖上你看到 這個偏紫色的區塊 代表說水氣非常多 所以說西南風把水氣把這些類雨包 通通帶進台灣來 這是為什麼整個西半部 會變成雨這麼大的原因 而現在的定量降水圖 你還是可以看到中南部 特別是在南部山區 依舊是個降雨熱區喔 這項屬的預報員劉宇琦是怎麼說呢 他說這個颱風本身有非常寬廣的外圍環流 你可以想像到颱風就這麼大 但是它的外圍環流可以說是XXL 這樣子的一個size喔 真的非常大 甚至呢當中也把一些雷雨包 吹進了中南部 所以不分山區不分平地 雨勢都非常大 有好雨大雨 甚至來到超大好雨的境界 另外呢什麼時候天氣會 開始慢慢的轉換 現在雨勢是慢慢的緩和下來 但是在今天晚上一次到明天 風向要改變了 吹南風 原本是西南風吹進來 現在南風吹上的狀況下 不只南部地區 包括在花蓮台東 尤其是在台東喔 雨勢也會慢慢的開始逐漸增加 所以他點名說 包括在南部的三個縣市 還有在花蓮 在台東都要小心到大雨情況 但接下來還有沒有會有 新的熱帶系統 甚至颱風來影響我們呢 氣象鼠的說法是喔 菲律賓東方的熱帶性DCR的雲系 逐漸的在發展當中 預計呢在下個星期二 星期一會比較靠近台灣 但是他到底強度如何 這當然還需要時間來進行觀察 但是我們就要來看到 我們一般來說 6月7月8月甚至到9月 都是颱風的季節颱風季 賈欣欣也是氣象專家 同時也是台灣整合防災工程技術 顧問公司的總監 他說了現在有利颱風的環境 其實在西太平洋上 一直到7月底都還不錯喔 這個海溫都是偏高的 但8月會稍微的緩和一點點 一直到9月份呢 才會再轉為有利颱風 深圳的環境 一直到10月上旬 所以說基本上7月底之前 大家依舊是大意不得 但是我們要來看到了 這個台米颱風 離開台灣之後 就往中國道的福建登陸 當然在當地喔 這個強風坐雨 依舊是造成了不小災情 你可以看到他們也是淹沉一片 而且在目前掌握的數據來看 總共有62萬人因此受災 台米颱風25號晚間接近8點 在對岸福建蒲田沿海登陸 暴風泉中心都還沒到 下午的強勁風勢 已經把福州市青州大橋的貨櫃車整輛掀翻 一夜青州滑呀滑 福州市25號下午2點多 適逢海水漲潮 加上凱米颱風 恰帶好大雨 導致市區道路 水升起腰 車輛泡水 災情跟台灣相比 有過之而無不及 那個街上全部都是水 剛才淹得很嚴重 現在已經在降水 才降了一點點 已經淹到膝蓋了 現在還是到膝蓋這邊 福州市連江縣的漁港 出現狂風大浪 停靠的漁船不斷搖晃 涉江舟山東極島海水衝向嬌岩 激起好幾層樓高的巨浪 彷彿電影明天過後 25號晚上10點半 福州市氣象台 將凱米颱風的橙色預警 升級為紅色預警 截至26號清晨6點 凱米颱風已經造成福建省 共62萬人受災 福建部分海空陸運 依舊停駛停班 確保安全 目前的隔美雖然已經完成登陸 但是它的後續影響 依然是巨大的 有多大影響 數字10 將會給我國10餘個省區市 帶去強降雨 大陸中央氣象台警告 凱米颱風 霞帶巨量水氣 接下來將一路向北 湖南湖北江西 一直到河南山東河北辽寧 都會有特大暴雨 淹水洪澇的噩夢恐怕又將重演 TV別新聞綜合報導 不過這颱風或許為很多的地區 帶來了淹水災情 但同樣我們的水庫也是進漲不少 尤其台灣有兩大非常重要的水源 一個是梅雨 再來就是颱風的水了 剛好這一次的卡米颱風 也幫我們灌飽水庫 水晶是非常樂觀的 甚至有這五個水庫 它全部都填滿 包括是鋁潭還有湖山 仁義潭烏山頭以及南化水庫 這五個水庫呢 基本上都是滿水位狀態 數一數的話 在這一次的颱風過境期間 其實當然讓各地的水庫進漲不少 水理署就統計說 這三天的降雨全排水庫 總共灌進了17.6億噸的水量 甚至一些主要的水庫 像是大家很熟悉的石門水庫 水域上升了12.85公尺 蓄水率從原本差不多五成 一下子飆到接近滿水位 來到了96.1% 另外在德基水庫的部分 預估總降雨的入流量 達到了2.9億噸 蓄水率也沖上了九成 還有就是烏山頭增文水庫 預計呢總降雨的入流量 也有5.95億噸 蓄水量也都來到了九成以上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說 目前根據這個數據來研賣的話 南部在今年下半天的 下半年的用水 基本上是不用太過擔心的 以全國的狀況來說 水晴也都是相當樂觀 但是這個颱風也讓台灣的股市 修飾兩偏 但是在開盤過後 讓很多投資人臉都綠了 台股再放了兩天颱風價之後呢 該面對的還是要面對 因為美股在這期間暴跌 也導致台股早盤狂蟹千點 台股開盤跳空狂殺 全職電子股全面遭到空襲 開盤2206點下跌665點後 隨後只過兩分鐘 緊急下挫近千點 中場跌幅稍微收斂 以22119點做收 灌破季限 也等於下挫752點 創下史上第二大單日跌點 僅次於今年4月19號的774點 市場也擔心就是說 後面陸續要公佈的科技股財報 會不會也是有不如預期的一個狀態 所以呢 有一些過利麥亞就先行湧出 而台積電週五開盤915元 跳水64塊 微盤下跌55元 收在924元 光台積電一檔 就拖累大盤約449點 該乘市減便宜嗎 各類股都慘 就是因為美國Alphabet和特斯拉 財報都不如預期 週三美股 納斯達克和標普500 雙雙創下2022年以來 單日最大跌幅 台積電ADR也連跌兩天 上半年漲6400點 接近已經跌了修正的接近四成 我認為修正的幅度 已經是差不多 所以如果再跌的話 融資大量停損賣壓出來之後 也會醞釀一波強力的一個反彈 歐洲股市25號也跌多漲少 亞洲股市日經持續下跌 原因和日元升值有關 其餘幾乎收紅 只是分析師認為美國科技股 才剛開始反應AI泡沫化 目前看來跌勢還會持續 DBA新聞網上張慧仙拍報道 再來看世界也要持續帶來 關心到目前美選的最新情況 美選從兩老對決變成男女對抗 到底現在雙方的態勢是怎麼樣呢 目前以民主黨台面上 可能會出來提名的就是賀錦麗了 如果把賀錦麗跟川普 目前的民調來做比較的話 我們先從美國全國的尺度帶來 看到的是紐約時報還有謝納學院 共同做的這個民調 以全國的狀況來說 其實川普還是略略領先兩個百分點 但如果你把這個拜登跟川普 兩個人的民調來做比較的話 其實賀錦麗跟川普的差距 還是比較小一點點的 但是我們說到美選 大家會特別關注的 當然是搖擺州的狀況 以愛莫森學院還有國會山莊報 所做的民調來看 我們從一些關鍵的搖擺州來分析 包括是亞利桑那州 喬治亞州 密西根州還有賓州 基本上在四個搖擺州當中 還是川普稍微領先 但是領先的幅度 跟之前做拜登跟川普的比較來說 其實差距還是稍微的小一點 而威斯康辛州這個關鍵州 也是在伯仲之間都是個47個百分點 但是看看川普現在換對手的話 他的競選策略要不要略略調整呢 我們先來看他的副手范斯 最近遇到了什麼的麻煩 他最近被岩上 為什麼呢 原來是范斯在三年前 他要點評這些民主黨 一些主要的人物 而且尤其他沒有子女的這一些人物 他來進行點評 沒有想到他三年前的一個話語 被翻出來了 他說賀錦麗就像是沒有孩子的養貓女士 就是讓全國人民都非常痛苦 結果這個話喔 讓他被岩上之外 他三年前的這個影像 也在這個X社群平台上 不斷的被流傳 當然這號人物也聽到了 就是女星 珍妮佛安妮斯對 他說他真的不敢相信這些話 是來自於可能成為 美國副總統的人嘴巴說出來的 尤其他本身是沒有子女 所以可能講在他心底的狀況 也是讓他心有戚其言 也讓他在這個社群平台上做出回應 不過我們來看到 其實以川普來說 一向就是語不驚人死不休 他的競選策略是這樣 他的副手也是這樣講話 但現在要不要調整呢 因為川普過去只要一講這個拜登 都說他老他竟然有問題 身體狀況不好 拿來奚落他善效他 但是這樣的狀況 似乎不能複製在對付賀錦麗上面 因為現在川普的團隊喔 其實非常忙 非常亂要調整 所謂的競選策略 因為一昧的像之前 用盲目攻擊的攻勢呢 其實恐怕會讓他距離 他的目標選民越來越遠 尤其每次川普用的用字 都跟性別跟種族歧視有關係 這些目標選民恐怕 他也爭取不到 像是呢 包括是郊區的女性啦 還有年輕人 非裔的族群還有西語役 本身就是賀錦麗拿在手上的選票 那如果川普再大放厥詞的話 可能也讓他距離這些 他的選票還有他的目標群眾 越來越遠 不過大家會不會也很想要看到 包括賀錦麗跟川普 兩個人同台辯論呢 賀錦麗現在已經下戰鐵了 但川普接不接 還需要時間來考驗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宣布爭取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後川普風格不變 賀錦麗獲得有200萬名會員的 美國第二大教師公會AFT支持 在休士頓出席AFT活動時 她直接對共和黨嗆聲 賀錦麗給這場選戰帶來新樣貌 第一支競選廣告 背景音樂是碧昂斯的自由 為自由而戰也是賀錦麗競選主軸 關注槍支暴力 醫療健保和墮胎等議題 而人在巴黎將為美國出戰奧運的 金州勇士球星柯瑞更直接表態力挺賀錦麗 紐約時報最新民調在可能選民中 川普和賀錦麗的差距 從6月川普領先拜登6個百分點 到現在幾乎和賀錦麗持平 如果加進獨立參選的小蘿蔔甘乃迪 賀錦麗有44% 川普是43% 都在誤差範圍內 儘管現在看拜登退選 實際效應還太早 但還是反映出一個趨勢 那就是賀錦麗在女性 西羽翼、非裔及年輕族群的支持度 都大幅增加 而川普則是繼續獲得基本盤支持 川普推出離開白宮後的第三本新書 用賓州造勢槍擊案的揮拳罩做封面 書名是拯救美國 每本99美元簽名版要499 前第一夫人梅蘭妮雅則推出同名回憶錄 但卻被紐約雜誌大酸 維持低調的她突然出書 可能搶錢目的多過回憶 TVB的新聞尼佳輝 美國華府報導 奧運開密室倒數 另外馬克宏也在羅浮宮 宴請各國嘉賓 帕國總統馬克宏和第一夫人 在開幕式前宴請各國嘉賓 地點特別選在知名的羅浮宮 包括國際奧委會主席 西班牙丹麥國王王后 還有歐洲各國領袖都出席 馬克宏強調雖然有些國家之間出現緊張關係 但奧運是和平和多樣性的展現 而在羅浮宮晚宴現場附近大樓頂樓 也可以看到狙擊手 隨著開幕最後倒數 維安警戒也升到最高等級 從自行車拍攝的視角可以看到 管制區內的巴黎顯得空蕩蕩 您可以看到海洋河洩的 Alles 其中這種的警衛艦 即是這些警衛艦 您可以看到人們的海洋河河洩 目前聖火已經傳遞到賽納河河畔 還有各種大型裝置藝術 做最後緊鑼密鼓的準備 那些雨會有舞蹈 還會給予人造出舞蹈 因為現在正確它會堅持 但可不是所有人都歡迎奧運 奧運破壞生態造成大眾運輸價格上漲 大約300人上街抗議反奧運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好 所以這禮拜的聊體談時間 當然要來聊奧運啦 先來歡迎我們的資深體育主播 亞里哥 Gi好 大家好 好 亞里哥好 等一下我們會更細步的帶大家聊 但是我們要先帶大家來看到 是目前在法國在巴黎奧運的最新現場 請記者藍玉銘來告訴我們 現在呢再過不久呢 馬上就要迎來巴黎奧運的開幕式了 這是法國巴黎呢 史上第三次的奧運盛事 前面幾次呢距離現在都非常的久了 而且這一次的開幕式呢 是第一次採取在戶外進行 也就是全程都會在塞納河畔來進行 那運動員怎麼進場呢 他們會採取這個遊船的方式來搭乘 也就是好幾個國家共同搭一艘遊船 來參加這個開幕式 而我國的掌機關也確定了 將由羽球一解戴資穎 還有霹雳舞的好手孫正 來共同擔綱 我們來聽聽稍早之前孫正的說法 用力的揮起啊 但希望那個空間夠大 我可以一邊轉一邊揮 欸欸欸欸 沒有沒有 但就是對啊 就是應該就把自己做好 重點還是把成績拼出來 那才會真的讓大家看見 對對對 希望不是只有揮個起而已 還蠻整個都還蠻榮幸的 我覺得這這一切都蠻輕的 但可能跟他們這一次主打的 這種文化奧運可能有點關係吧 就是跟藝術高度結合 然後跟時尚嘛 所以可能他們就想做一些新的突破 那確實整個感覺起來蠻fresh的 就很期待 好那中華隊呢 預計是在巴黎時間的晚上8點25分 會登上這個遊船來進行 那這一次中華隊是要遊人上面呢 還會有其他三個國家分別 就是塔吉克還有坦善尼亞 還有查德這三個國家 其實孫正也特別說到了 他非常的期待 他也希望說這個遊船的空間 可以大一點 在搖旗的過程當中 也可以順便來一段地板動作 大家也說到了這個呢 這一次的這個 掌旗觀眾他非常的珍惜 也希望呢 能夠在第一次的霹雳5的奧運盛世 能夠打出好表現 那在這個帶進這部分呢 對他來說也很有可能是 最後一次到奧運 所以這一次的開幕式的掌旗 很有一個世代傳承的意味 整體的開幕式過程呢 將會進行大概兩到三個小時 而且周邊的警力也都已經全部套位 就是希望整體的開幕盛會 能夠完美成功 有網友說真的很羨慕小蘭可以去巴黎耶 不過這一次他們預估整個巴黎 應該我覺得這段時間房價也高 而且像觀光客也高 聽說這一次會有超過1500萬的人次啊 在兩個多禮拜的時間來到巴黎 我覺得 我這兩天看到我們已經去採訪的同業 光是在飯店啊 叫一個這個漢堡王的外賣 隨便叫叫都要六七百塊台幣 蠻貴的真的蠻貴的 哇只能說真的是我們的新聞 我們人去現場是用這個金子推出來的 真的是非常貴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鎖定 但是我們要先來看到今天晚上非常 應該說明天清晨最重要的一個 就是奧運的開幕式了 預計呢在這個台灣的時間 今天27號的凌晨1點30分 正式的來做舉辦哦 當然大家很好奇說 這一次中華隊的掌棋關是誰呢 包括是戴茲穎還有孫正就是掌棋關了 另外在開幕式大家很好奇說 你要辦在和尚要怎麼辦啊 好這個當然再過幾個小時 大家就知道了 但是現在被爆料說 這個爆料說 席琳迪窩會在這個開幕式付出 所以要請教雅里哥 你怎麼看這一次的開幕式啊 哇剛才大家看到我們現場連線也講到 今年的巴黎奧運是巴黎 有史以來第三次舉辦奧運會 巴黎已經跟倫敦一樣 這兩座城市都是舉辦最多次 奧運會的一個城市各三次 而且上一次在巴黎舉辦奧運 已經是要追溯到100年前 1924年 我們知道塞納河從1923年就禁止 他們的巴黎人民也好 光哥好禁止下去游泳 現在也超過100年的時間 但是這一次的巴黎奧運 要在塞納河裡面 比很多項目 包括鐵人三項這些比賽啊 之前新聞大家應該也有看到說 塞納河的水啊 到底符不符合比賽的一個標準 前兩天也看到他們的這個巴黎市長啊 親自跳下去驗證 掛保證說塞納河水 絕對是可以比賽的 那當然這一次的一個開幕式啊 是奧運有史以來 那第一次不是在運動封閉的運動場內 而是在戶外 而且在塞納河這長度6公里的一個河岸上來舉行 剛才看到這個現場連接的講 我們中華隊這一次是戴資穎跟我們的孫正啊 擔任掌機關 那是因為我們這一次參加開幕式的代表團人數啊 是39個人 所以是跟另外三個國家 包括了查德坦章尼亞 還有中亞的塔吉克 拿搭同一艘船 那另外像是派出來將近有600人的美國 這樣的一個大團 還有超過700人 中國這樣的大團 我覺得一艘船可能還裝不下 可能要 應該是裝不下 可能要可能要兩艘船 那當然這一次的開幕典禮非常有噱頭啦 那先前也講說 其實三年前也講說 這次在塞納河上這樣的戶外開幕典禮 那預計 那要吸引現場希望有200萬人 來看這樣的開幕式 不過由於剛才看到 大家看到圖卡 由於維安的一個考量啊 所以在今天也就是待會兒啊 那台灣時間27號凌晨的這個開幕典禮 預計大概只有30多萬人 會在塞納河的兩岸 來看這一次的開幕式 而且今天早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外電啊 法國國內的一個鐵路高鐵也受到了 好像國內這樣的攻擊的一個消息 其實讓人是滿擔心的 因為那這一次除了這個拼 從節能減碳辦這次的奧運之外 其實在整個開幕典禮 這樣的一個維安措施 也是讓整個巴黎當局啊 是傷透腦筋 因為說實在在這樣的一個開放合域 兩邊又是在船上 萬一真的有所謂的 這樣的一個恐怖攻擊的話 哇那真的是會 非常非常嚴重的 不過我們還是希望看到 哇這是第三次辦奧運會 巴黎奧運看看 當然今年晚上的一個開幕式 那當然第一個進場的一定是 我今天也看到資訊 第一個進場是希臘 那主辦國法國是排在最後一個 那下一屆的洛杉磯奧運的美國啊 假設會倒數第二個進場 那中華隊這一次中華代表團是在 第74個 第74艘船上進場 所以今天晚上1點半開始的開幕式 我們知道巴黎的這個時間時差 是比我們台灣慢6個小時 那巴黎當地時間7點半 其實現在在7 8月的時候 在巴黎當地到晚上8點 如果大家有看前一陣子的法網 跟溫布頓就知道 歐洲到了7 8月 夏天這個時候 都還是很亮 天是晚很晚啦 那太陽下山是蠻晚 所以7點半的時候 剛好開始是很亮在塞納河上 所以說台灣時間凌晨1點半 大概預估會到4點半左右為止 整個開幕儀式 今天晚上大家可以好好 不管是透過這個公廣電視的平台 或者是在網路上的愛爾達的平台 大家可以好好來看這一次的 巴黎奧運的一個開幕典禮 對 而且其實這一次是一個 非常開放的環境啦 當然大家覺得會不會看不清楚 但我看了一些資料說 連船上都會裝攝影機 可以近距離的拍到他們的表情 這些運動人進場這個興奮的姿態 當然也希望大家一起來幫中華隊加油 其實在之前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14年前的2010年的廣州亞運 亞運其實之前已經玩過類似的噱頭 是嗎 那個時候中國主辦廣州亞運 他們是在珠江上面 讓所有的這個 亞洲的各國代表團在珠江 廣東的珠江上面也是坐船這樣進場 那奧運的話是有史以來第一招 對的確大家晚上可以期待一下 不過相信大家對之後的賽事也是覺得 希望可以趕快在這一次 躲越多排越好 我們先來看到是柔道 柔道大家當然期待的就是楊勇偉了 希望他可以拿下一面金牌 因為在東京奧運的時候 拿下銀牌大家看到他的悔恨淚水 這一次他說 只要抱持著挑戰的心態應戰 自己也非常希望可以拿到金牌 另外呢在這個女子48公級的林真豪 以及女子57公金級的連真林 大家看他們也覺得非常有機會對不對 亞利哥 其實在今天晚上開幕點禮開始之前 其實中華代表團的 在昨天已經看到我們射箭選手的一個個人賽 已經是比完了 其實成績雖然不如想像中的那樣的一個理想 不過至少在男團跟女團方面 我們的射箭項目現在都至少 可以要來打接下來的一個淘汰賽了 那明天27號在這個混合的這樣的一個 混雙的一個部分可能還要再進行加賽 那講到柔道這個項目 剛才至於也講到了 那三年前的東京奧運 看到楊詠偉在他那個量級 很可惜跟日本的地主選手 一直熬戰到了正規時間結束 不分勝負 最後是在加實賽當中 很可惜最後是輸掉 是只拿到了銀牌 不過在記得兩年前的杭州亞運 楊詠偉拿下了杭州亞運的一個金牌 這對他個人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鼓舞 也可以說是一個救贖啦 因為他在東京奧運拿到銀牌 接下來的成都世大運也是銀牌 連續兩個銀牌曾經 對他自己有曾經起過一種 有那種自我懷疑的那種感覺 不過在這個杭州亞運 成功的打敗了對手拿下金牌之後 楊詠偉今年目標真的是瞄準金牌 那當然在昨天啊 包括了楊詠偉的這個柔道項目 也進行了抽籤了 其實在他第一輪 因為種子選手楊詠偉是輪空的一個情況 那下一輪的16強將要面對的對手 是澳洲跟義大利那場的比賽獲勝的選手 那一路要打進到金牌戰 一路上最大的一個假想敵人 我看了這個籤表的一個資料 就是28歲的日本選手永山龍樹 這一名來自於北海道 身高只有158公分的小巨人 雖然他身高不高158公分 但是他在過去國際賽事啊 包括世錦賽 包括世界盃 跟楊詠偉的一個對戰進入 是四戰全勝 所以楊詠偉依照這個籤表上去的話 最有可能在四強 可能就會碰上永山龍樹 這名日本的選手 不過我覺得賽翁施瑪焉之飛福 如果不在籤表同一邊的話 在金牌戰再碰到的話 反而有可能楊詠偉會被 過去這四次對戰的這個紀錄 可能會影響到 那既然在籤表同一邊 在四強就會提早遇到的話 我覺得楊詠偉比了才知道嘛 對 可能在這樣的 希望在前兩天 包括楊詠偉 包括了連真林 包括了我們48公斤的女子選手 林詠奧在內 希望在柔道項目 就能夠替我們傳回好消息 因為在今年的巴黎奧運的 這個預估其實是 不像上一屆東京奧運那麼樂觀的 因為上一屆東京奧運 大家知道受到疫情的一個影響嘛 很多國家是沒有派出 他們的全主力選手來參加東京奧運 所以在上一屆 我們拿下了兩金 四銀六銅這樣的一個 有史以來最好的一個成績 那今年當然 我覺得經過更嚴酷的考驗 這樣的一個金牌 才是貨真價實 我們也希望在 今天晚上的開幕點也結束之後 這兩天看看柔道項目 就能夠替我們中華隊來 來傳回好消息 的確喔 再來我們來看到是兩位一姐 是謝淑薇跟小黛 大家也很希望說 他們在這一次的這個 奧運當中可以拿到好成績 尤其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謝淑薇 女雙的部分 這一次他搭檔的是 曹嘉儀 20歲的小將 但是呢 戰績也不錯 在之前兩個人以戰養戰 現在呢 是到了巴黎奧運去適應場地 另外呢 當然大家很好奇說 謝淑薇的最後一五 這一次呢 是第三種子出戰喔 抽到的是一組 當然在這一次大家做報導的時候 都會點名說有五位的女家 都已經四度登上了五環殿堂 也是一個歷史的新業對不對 亞歷哥 對我們看到 包括了羽球的小黛 包括了你講到謝淑薇 都要在7月28號 也是禮拜天的一個比賽當中登場了 那當然謝淑薇 我們知道他是9個大滿冠賽冠軍的得主 這一次跟20歲的曹嘉儀搭檔 曹嘉儀 國際賽的一個經驗雖然不是那麼的豐富 但是我覺得雙打就是呈現互補的 這樣一個狀況 那謝淑薇過去 能夠拿下大滿冠賽雙打冠軍 都是有一個好的 能夠在底線強力抽球的一個搭檔 我們希望曹嘉儀這名年輕小將 這個時候啊 今年的奧運 看能不能拿出他年輕人的一個本色 年輕人經驗不共沒有關係 力氣夠就好 當然戴資穎30歲 剛剛好今年也是他最後一五 那在今年的籤表這個抽籤 先前出來跟他的好朋友 泰國的伊瑟農分在統一組 那當然對小代來說 今年要拚金牌 絕對比上一屆的冬季奧運那個金牌戰 絕對難度又更高了 不過我們也希望小代能夠加油 因為真的是打了才知道啦 因為不要受到傷勢的影響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因為小代其實養傷也養了 蠻長一段時間了 所以就是反正從今天晚上 開幕點裡開始了 就繼續接下來為我們的 中華代表團來加油吧 對真的要幫我們的中華代表團加油 還有當然中華女力也是非常厲害啦 像是這個拳擊還有舉重 當中大家也很關注的是 拳擊跟舉重的賽事 像是這個陳梅惠還有郭姓淳 以及方婉瑩 甚至呢在這個拳擊的部分 林玉婷 吳世儀以及陳彥琴 黃曉文也都被認為說 蠻有機會的對不對 的確那過去我們上個禮拜講到 其實在從2004年開始的幾屆奧運會 舉重項目都替我們中華隊 他也是拿下了金牌 那上一屆在東京奧運 看到了我們的這個郭姓淳 拿下金牌 而且是破世界紀錄的 這樣的一個成績 那的確是振奮了 我們全國的這個觀眾朋友 那今年看到這個郭姓淳 其實他同樣也是 有傷再生的一個情況之下 上禮拜我們講過 在他59公斤這個量級 上一屆是沒有中國大陸的選手 上一屆中國大陸的選手 是等於是故意閃掉 那個時候27歲 狀況非常好的郭姓淳 不過現在三年時間過去了 那中國大陸在這一次 是在59這個量級 派出了 哇這個總和的一個重量 好像比郭姓淳 還要再多個10多公斤的 這樣的一個選手 所以這一次絕對會是苦戰了 包括我們的舉重精靈方婉林 還有71公斤量級的陳文惠 今年在舉重有機會拿牌 那看看是不是能夠坐同望盈搶金牌 我們希望就是看看我們的舉重女將 其實在我們知道不管停舉跟抓舉 每一次都只有三次機會 然後舉重介紹三把的機會 每一把其實都很重要 每一把的一個選擇重量 其實都關係到下一把你的重量的一個 到底要不要繼續加上去 所以我覺得林場的一個策略 加上你個人的一個林場的一個狀況 能不能調整到最高峰 就希望我們的舉重 而且講到舉重之外 拳擊這個項目 美國的運動畫刊前兩天的一個新聞 他們預測我們這一次的台灣代表團 會有金牌進帳 可是不是舉重也不是羽球 就是拿下金牌的項目 是我們的拳擊的一個項目 看到我們拳擊項目的黃曉文 他在他的這個量級 被看好是非常有機會 被美國的運動畫刊認為 他在這個量級是有機會拿下金牌的 要知道黃曉文上一次在東京奧運 是拿下銅牌 那其餘的像我們參加拳擊的幾位選手 其實今年我們的女子拳擊部分 其實今年我覺得 我個人認為是蠻有機會 取代過去女子舉重 在奧運我們奪牌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獎牌過程中 重點是發揮正常 的確這個發揮正常還是非常重要 最後我們要來看到的是體操唐嘉宏 他本身在之前雖然受傷了 但是後續調整的也都還不錯 還有就是剛才雅里格說的射箭的部分 非常非常不容易 就是唐嘉宏能夠克服了 他的阿基里斯劍的一個傷勢 而且搶下了奧運的門票 我們知道安馬王子 李志凱這一次很可惜 沒有辦法去來拼他生涯的第一個金牌 不過唐嘉宏以他最近的狀況來說 我們的這個單槓的貓王 我個人是蠻看好他 有機會在體操項目 再替我們台灣哪一面獎牌 那上一屆在射箭的男團方面 湯包一戰成名 那這一次有更年輕的戴雨萱 在昨天的個人賽當中 戴雨萱甚至射出了這三個人當中 最好的一個成績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年的射箭項目 包括了男團跟女團 仍然是有機會 跟亞洲的這些強國 譬如說南韓譬如說土耳其 來一較高下 的確謝謝雅里格的分析 相信雅里格未來兩個禮拜也非常的忙碌 對當然透過電視看 替我們的中華進而加油 我覺得雖然累 可是我覺得還每一場比賽 都會是以蠻興奮的一個心情 來轉播來比賽 對非常謝謝雅里格 也歡迎大家跟著我們 跟著雅里格一起鎖定 這一次的奧運賽事 幫中華進而加油 謝謝雅里格 謝謝志宇 謝謝大家 好再來我們要來看到 是在高雄很多的民眾無水可用 暴台風襲擊後 高雄三明區終於開始放行 家家戶戶把泡水壞掉的電器家具 通通拿出來 環保局人員也趕忙清掃露面 協助民眾把廢棄物丟掉 雖然露面的淹水退去 但很多人家中的水還是不能喝 區公所提供水給居民取用 一箱又一箱的水擺在桌子上 有的居民拿六公升家庭號 也有人拿了好幾瓶礦泉水 因為家裡還是持續停水 只能到臨時設置的服務中心 拿水回家喝 甚至即使電來了 仍然不敢使用電器 現在冰箱還不敢插電 怕說突然又沒事 爆焦啊 怕爆焦啊沒有干擾 我現在還在丟啊 你們家丟了什麼 那個櫃子都有啊 有電但還是停水 服務中心除了提供飲用水外 還有泡麵 讓民眾在修復家園過程中 不會挨餓 里長也承諾這個臨時服務中心 會設置到大家都安頓好位置 多找戶喔 應該是這邊整排的啦 沒有去算啦 對不對 有 沒有會到這邊處理 完全都處理好 對 來為解散 對 趁著停班停課 高雄市民趕忙清掃家中 市長陳其邁也到場關心 街道清運狀況 只盼受災戶們 能早日恢復正常生活 TVB論綜合報導 TVBS新聞直播 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 七點到九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 新文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